我們採訪到這個通靈阿嬤 她的高齡是有94歲 94歲 對 當時我們是找到她的時候 因為她去繞進馬 然後還拿一把刀 然後往自己背上敲 一個老阿嬤 大概才140幾公分而已 然後拿一把刀往自己背上敲 我們就尋線去雲林 然後找到了這個通靈阿嬤 我們也可以叫她雞童阿嬤 因為她94歲了 到現在都還在當雞童這樣子 94歲還在當雞童 這麼厲害 對 於是我們就想要去採訪她 來遺探究竟 於是我們去到現場之後 原本就是因為她跟她的女兒 就一起受訪 就坐在我們對面這樣 一對二這樣受訪 但是突然就是阿嬤 在講自己過去的經歷的時候 講到一半的時候 阿嬤突然就這樣脫下了眼鏡 接著就開始打嗝 打一聲 打兩聲 打三聲 我們想說阿嬤是怎麼了 有事嗎 怎麼會突然一直打嗝這樣子 後來這個女兒就說 我們可能要中斷採訪一下 因為阿嬤神明準備上聲了 所以打嗝的時候 就表示神明即將要上她的聲了 對 沒有錯 於是那個嗝是打長嗝 越來越久 原本只有一秒 後來變三秒 後來變五秒甚至十秒 越來越長了 突然間阿嬤就是拍一下 自己的大腿 一直拍 一直拍 拍完之後突然就是 原本坐著突然站了起來 我們全場人都嚇到 阿嬤現在突然要怎麼回事這樣子 其實一剛開始 阿嬤是有反抗的 他不願意去做這個神明的地方 對 但排斥的下場是什麼 譬如說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當時那時候他原本要吃蚵 可能要吃蚵仔拿碗吃的時候 突然間筷子斷了 碗也破裂了 怎麼會這樣子 他沒有辦法吃下去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後面可能突然間就是 又被力量牽引到這個神明桌的底下 就像像我們看到的 他就是那個神明桌下面 有一個就是微微的縫隙 又有一個空隙在那邊 對 沒有想到阿嬤她的頭 就被塞進去了下面這個縫隙裡面 當時其他的家人都覺得 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為什麼就是突然間 他就跑去了那邊 然後頭就被塞進去了裡面 其實旁邊原本不是說 他都被公公婆婆欺負嗎 公公婆婆就覺得 他這樣的行徑是非常的怪異的 覺得是說會覺得他是不是 精神上面有點問題 甚至還要叫醫生 來幫他打針之類的 但後來他們就聽到 看到是說阿嬤可能開始 會念一些經文 奏語之後 就慢慢的相信 有可能阿嬤是真的有神明上身 真的是要做雞童了 不過阿嬤做了雞童之後 有沒有幫助過一些人 有 我聽到的一個是說 當時有一位18歲的少女 她就住在他們同一個村莊裡面 有一天她突然之間 是莫名其妙的心臟停止了 她先是昏倒之後送醫 送進醫院之後 可能就是醫生就跟她說 可能這個心跳已經停止了 可能沒有辦法再救了 於是這個少女的家人就想說 要把她就是送回自己家裡面 後來有經過朋友的介紹 直到是說有一個通靈阿嬤 有個雞童阿嬤很靈 於是他們就決定 死馬當活馬醫 於是就去找上這個阿嬤 這個阿嬤94歲的亡女青鳳 她當時那時候 大概也才20 30歲而已 那時候還是個 跟瑤瑤一樣 還是個通靈少女的樣子 對 他去找她的時候 突然間阿嬤就是也是幫她問事 後來才知道是說 原來這個少女 她是被有點像卡到陰的狀況 就是有一個男性的好兄弟 想要娶她為妻這樣子 所以才會讓她就是這樣子 可能要她的命 所以她才會心臟停止這樣 對 可是經過阿嬤的這些 可能做法以後 她就死而復生了 居然這樣子能夠死而復生 但是阿嬤她這樣子 在這個通靈過程中 可能有時候會碰到一些 什麼不明的力量跟她對抗 對 有一次我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這是電影的情節嗎 有一次阿嬤 因為她幫親友取親 於是她就坐新郎的理車 突然360度打轉 他們想說怎麼會有這個狀況 阿嬤就說之前因為就是撞死了貓 但是撞死了貓之後 沒有好好的安葬 所以阿嬤知道了之後 就跟她有點像 冥冥中對抗的力量 最後她們還是來順利迎娶的